他当时在考虑又想不多 又想多 多的话是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要去多 视频中的这个和尚 本是一位富豪商人 但出家后却专挑孕妇下手 这上百名女人在他的别墅被迫生子 这小到在校高中生 大到高龄已婚妇女 甚至一度被寺庙开除 医院拉黑 直到央视记者乔庄打扮 潜入调查真相之后 这位和尚背后的故事 才被世人所知晓 甚至无数国人都称他为 当代活佛 本期探长就带你揭秘 花和尚道路的成佛之路 道路和尚原名吴斌 最初是江浙地区有名的商人 他年薪百万 豪宅名车不尽其数 但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看淡了红尘 世间所有 现在一些男人所经历的 我之前都经历过 然而一场婚宴 却给他的生活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斌和他的妻子从小就相识 可谓是青梅竹马 但由于二人是近亲结婚 他担心孩子出生后会有什么疾病 因此便来到一座寺院 跪在佛祖的面前许愿 声称若是孩子健康的话 那么自己便会立马出家还原 直到孩子成年 也许是佛祖念他心存善念 那年孩子出生后也并无大碍 并且还母子平安 这原本应该幸福的一家 却因妻子的不理解 最终二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而这也逼得吴斌 早早顿入了空门 后来他将女儿交给父母抚养 自己便来到了普贤寺剃度出家 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叫 道路的和尚 但是他在出家的时候 这寺庙并不是他的常住之地 反而经常能在医院 看到道路的身影 让人奇怪的是 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看病拿药 而是专门来接孩子回家的 这时不免会让人产生疑惑 难不成他在当了和尚后 又有新的感情吗 后来经过记者调查后发现 他在一年当中 竟然护送了400多位女子 到医院生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一度被医院列入了黑名单 后来这件事也传到了 寺庙方丈的耳中 他认为道路六根不静 不适合出家 于是就将他赶出寺庙 开除了佛籍 但他本人却不以为然 甚至越挫越勇 那道路为何会做出 这样有辱佛家的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 一个女人的出现 才让她彻底下定决心破阶 2010年35岁的吴斌 离婚之后 选择了出家当和尚 在过惯了妇人的生活后 这两年的四方有力 让她有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然而在2012年的一个夜晚 道路正在寺庙内念诵经文 这时门外突然进来了一位女子 一见她跪在佛祖面前 不停地忏悔 声着要为自己 附中素未谋面的孩子超度 而这时她才发现 相隔在寺庙里 供奉的超度牌位 大多都是为自己 打掉的孩子准备的 我们网络上 经常有一些意外怀孕的呀 甚至一些学生啊 生了孩子 然后直接扔在垃圾桶的呀 如果你不救他们 他们除了这种方法 别的没有地方可去 这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至此之后 道路便下定决心 要救助这些孩子 她先是在网络上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承诺 但凡想堕胎的 我来做主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孕妇找到了她 这其中就有未婚女性 还有未婚先孕 甚至是留学归来的附加千金 只要是道路收到了这些请求 她就会力所能及 能帮则帮 就这样 在接下来六年多的时间当中 道路一共救助了两百多名孩子 而在这期间 全让她一人在医院里全程待劳 这挂号产检 甚至月子陪护 这原本都是亲生父亲 应该去做的事情 现在却全部被压在 这个被寺院开除的花和尚身上 随即道路还表示 自己会无条件地抚养 这些孩子到成年 并且期间 这父母也可以随时接走 但事情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她发现 原来大多数孕妇 在生完孩子以后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不再过问了 然而在众多的孕妇当中 就有一位刚参加完高考的女生 找到了道路 原来她已经未婚先孕六个多月 但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在这之前 她一直躲在县城里的出租屋内生活 她当时在考虑 又想不躲 又想躲 躲的话是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要去躲 那些走投无路的孕妇来说 道路的出现 无疑就是她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并不是每一个婴儿 都能这么幸运 据道路本人描述 之前就有位孕妇 生怕会被街坊邻居说闲话 这原本已经决定要将孩子生下 可最后她却直接玩起了消失 她为了逃避一些责任 感觉到跟她自己带着是个麻烦 这种母亲的话 或者这种家庭的话 不带孩子也罢 因为带下来孩子的话 也会被她带糟的 但因为这件事发生之后 道路的心里 也遭受了很大的影响 道路每年都会接纳上百名孩子 在这期间 即便有的孩子会被生母认领 但仍有一些无人照顾 后来为了能更好地 抚养这些新生儿 于是道路就将自己 留给女儿的豪宅给腾了出来 并改名为护生小菊 就是为了让那些意外出现 又秘密出生的孩子 从此有个安定的场所 在这里的孩子 通常有道路原先寺院的义工 和代产的孕妇 轮班照料 直到2018年7月 护生小菊内 突然来了几名外地的朋友 而他们来的目的 就是要收养孩子 然而道路却告诉他们 自己从未让任何人 来这里抱养过孩子 并声称自己只是带养 也没有这个权利 让别人去抚养 此外 他距离父母的家 也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当护生小菊的孩子 稍微懂事了一些 他就会将孩子 送到父母那边带养 这其中 有一个名叫萱萱的孩子 在道路抚养他5年之后 他的亲生父母 便过来接他回家 然而孩子 却在屋外不停地 哭喊着找奶奶 即便这样 他还是被带走了 可没过几年 他的父母 又以无力抚养为由 将他送了回来 在见到萱萱归来后 这道路的母亲 他感到十分的无奈 萱萱的情感 在不断地撕扯 这究竟谁才会是他的父母 哪里才会是他的家呢 而这也一直成了 困扰道路的问题 后来央视记者 来到这里采访 询问道路 会不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时至今日 这里的孩子 最大也有5岁多了 但由于他们都是 非婚生育 没有办法办理户口 因此孩子上学 也成为了道路 目前最大的问题 不过由于现在 要抚养的孩子 越来越多 他仅存的积蓄 也逐渐被掏空 后来他便听取了 好心人的建议 通过网上易卖的方式 来筹集一些育儿善款 并且还在万善寺的前方 修建了一尊 地藏王菩萨像 而道路也正如 地藏王对佛发誓的那样 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十几年来 他一直都在广播善缘 然而所谓的佛 就是众生相 真善美 只要心中有佛 看破红尘 且不忘心中的善 并将这份真诚的善 带入到生活当中 那才是真正的佛 而道路也是如此 他就像是一位拾荒者 将那些被人抛弃的生命 一个一个的 涌入到自己的怀中 即便现在的他 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 但他也从未放弃过 自己的念想 一直摒弃杂念 一心向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能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